这大世界持续来关心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二号访台 中国大陆气得跳脚 从外交部到国防部 接连五个部门接力发声明 不但措辞严厉 还高呼要用反分裂国家法 严惩台独势力 同时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 也在大半夜的遭北京急召训话 美方重申 裴洛西访台不会改变美国一中政策 中国大陆没有理由大动肝火 如果中国以此为借口 在台湾周边进行侵略活动 责任在中方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 触动中国敏感神经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裴洛西踏上台湾土地才十分钟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 怒斥裴洛西升级美台官方往来 是重大政治挑衅 更一连用了四个严重 不过白宫重申此趟访问 没有侵犯中国主权 双方隔空交火 北京官方声明中 一律用一纸非正规访问的窜访 称呼佩洛西此行 中国外交部谴责还不够 中共中央台办和国防部 共五个部门接力发表措辞强硬声明 甚至颁出反分裂国家法 吆喝将严惩台独势力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 大半夜还遭北京急招驯化 白宫强调贝洛西访台并非没有潜力 北京没理由大动干货 升级紧张情势 但也表示中国的反应 都在美国预料之中 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 虽然经常意见相左 不过针对佩洛西此行 参院少数党领袖麦康诺等 26名共和党员发表声明相挺 展现美国政坛团结一致 炮口对外 是令文编译 炮口对外